晚安 欢迎持续锁定 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赶快来关注凯米增强 陈中台气象鼠 预估最快今天深夜发布海景 凯米不断长胖 海温高让它结构更扎实 暴风圈也扩大 中台凯米目前距离 俄乱比东南方640公里 以每小时10公里 向北北溪移动 七级风暴风半径 120公里 周三周四最靠近台湾 且路径往西修正 预估周一晚上到周二清晨发海景 周二中午到傍晚发路景 周三上午 暴风圈就会出路 东半部平地 首当其冲 最接近的时间点 大概是在24号的下午 一直到25号的上半天 台风中心有机会 再通过台湾北部的近海 各国都已经当预报 路径在往西偏折 不只台湾 还有日本大陆和美军 全都认为台风中心会登陆 以22号下午两点这报来看 呛数预估 登陆点会落在宜兰北侧 它还是有机会 逐渐的逐步的在增强 但是在接近台湾的时候 应该还是以中路台风的水准 通过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只是中心的风力 会比现在再更强一些 以距离上来说的话 它在通过台湾的这段时间 其实速度上是略有放慢 卫星云图上看 凯米长大的过程 20号下午 它刚从热带地压形成青台 当时海面上云系结构 还肯松散 但22号下午 它长成中台之后 整个菲律宾北部的上空 全都被它的云层笼罩 乡专家吴胜宇也认为 气急风暴风半径 将涵盖加溢 台东以北 影响范围很大 就算前都还在年度大潮期间 加上台风影响 东北部 西南部 低洼地区 也要严放盐水 凯米的路径 会从台湾东北方往西偏折 也就是可能会成为广义的西北台 海上快艇缓缓被拖上来 停泊处几乎没剩几艘 多数绑在岸边高处 用钉帽固定 船上器具也收好 岸边的窗户用木板钉好 这次凯米要来路径直扑东北角 夏日却在海泳池里面 一个游客都没有 最主要就是因为凯米台风 要来了 所以业者也提前在周一 就已经全部休员 不让旅客进来 共聊的龙洞四季湾 从周一起预警性休员 预计关闭到周四 这里平日一天 也会超过100多位旅客计算 四天大概就损失500名旅客 桂山岛7月23到26号就封岛 而浮隆海水浴场 还有南方的内皮 龙洞湾也预计周二休员 而金山的冲浪热点 周角湾还有潜水湾和白沙湾 也将在海景发布时 禁止旅客进入 淡水老街现在还是有游客聚集 但就算今天发布陆景或是海景 其实也不会有所限制 除非今天浪已经打上来 或者是有积淹水 有危险的可能性 才会对进出有所限制 淡水老街景临金色水岸 这里也是出海口 高滩处说随时会观察浪高 还有危险程度提醒旅客安全 日本气象厅是各国中最早预报 可能在周三周四间 从宜兰登陆通过台湾 陆境和基隆 彭佳雨通过的西北台非常接近 也能算广义的西北台 因为没有山脉缓冲 周围带来的西北风 不止雨是大 风也会很强劲 西北台到底多恐怖 2004年中台爱立也带来广泛 陶雨造成土石流 36万户停电 91万户停水 还有24人死亡 一度停电 北部山区雨量超大 石门水库原水浊度过高 被淘停水很久 就怕这次凯冥一样 带来剧烈灾害 海上细水提前关闭 也让游客更安全 天文大潮让海平面高升 海水整个漫过岸边堤防 波浪不断拍打上岸 海水倒灌 让路面积水 淹到脚踝高度 靠天吃饭的摊贩好无奈 这里是高雄迄今 公有市场 虽然周一市场修饰 许多摊贩没有营业 但也有不少店家提早用砖块 直接把冰箱架高 还有水果摊老板 因为积水大约1到20公分身 直接赤脚泡在水里 今天的情况是还好 没有像往年那么严重 去年最严重的时候 验到这边 水利局出动抽水机 积水情况也渐渐趋缓 水市大约1个小时后 就逐渐消散 不过同样海水倒灌的积水情况 也发生在屏东东港 倒灌的海水不断从水沟冒出 路口立刻变成一片汪洋 车子经过像在玩水上摩托车 溅起了大片水花 因为海水带有盐分 所以车子开过 都小心翼翼的放慢速度 但还是有不幸的车主 引擎故障卡在路上 东港在早上7点53分满潮 直到8点多水位最高 大约淹到了成年人的小腿肚 水市将近三个小时才渐渐消退 受到盈利影响 年年都有这种年度大潮 西南部沿海滴挖地区时常淹水 今年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虽然大潮没有往年来的凶猛 但台风持续逼近 就怕外围环流 加上西南季风带来的雨势 让整个情况更加严重 今天国际焦点当然要赶快来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天抛下的震撼弹 确定退出总统大选 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拜登才带领支持者高喊参选 到底没想到之后就三度确诊 还在休养期间抛出退选震撼弹 拜登现在X平台上发表退选声明 提到担任大家的总统 是他毕生最大的荣幸 尽管有意争取连任 但他认为退选并专注于 履行剩余的总统任期 最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利益 抵不住前中原议长裴洛西 欧巴马等大开了劝退 重要金主也纷纷施加压力 拜登在养病期间左思右想 最终做出退选决定 而这个想法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刻 据报道连副总统贺锦丽 都在退选信发表的前一分钟 才由拜登致电告知 拜登幕僚长还有整个竞选团队 也是最后才知情 拜登退选消息很快占据 国际媒体版面 各国元首纷纷发文向拜登致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感谢拜登在史上最戏剧的时刻 帮乌克兰阻止俄国占领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放上两人合照 称赞拜登用爱治国 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尊重拜登 基于对美国人民最大利益 做出决定 不过说到拜登的退选 一位潮年力挺民主党的 CNN资深评论员 一度语带哽咽 相反的当川普第一时间得知拜登退选 还是没有半句好话 川普还说现在如果换成贺锦丽更好对付 但根据CNN民调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贺锦丽至少缩小了民调差距 拜登因为确诊在家休养中 预计本周稍晚才会发表演说 向全民交代自己的决定 不光是辩论出大包 先前北约峰会 拜登还误把泽伦斯基叫成普钦 不久前更曾忘掉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全民 改叫他那个黑人 拜登从政长达50年 这次退选也成为1968年 詹森总统之后首位放弃竞选连任的总统 美国时代杂志闪电换上新封面 这次拜登已走出框外 换成贺锦丽走上场 尽管这代表拜登政治生涯 可能告一段落 但最后一刻不恋战权力的做法 还是获得党内好评 认为他展现无私 做了正确但艰难的决定 点新闻 综合报导 而拜登虽然点名贺锦丽接棒 但是民主党两位大佬 包括了欧巴马跟佩洛西 都还没有公开支持贺锦丽 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 不到12小时 共和党在关键摇摆州 亚利桑那州已经开始下广告 猛攻贺锦丽 但是贺锦丽真的就是川普的对手了吗 还有变数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前众院议长 这凸显出民主党内对贺锦丽是否有足够信心 意见分歧 因为自从汉拜登搭档以来 贺锦丽都并非选战中的中后手 更多的是积极为拜登护旁 但是如果要代表民主党光有拜登的背书还不够 贺锦丽的过往被放大解释 作为印度混血移民二代 又是第一位非白人 加上第一位女副总统 贺锦丽的多元族裔背景 确实加分 再加上他检察官出身能言善道 但是在作为副总统时 却曾多次在移民议题试验班车 2021年拜登要贺锦丽处理移民议题 结果却在NBC专访时 及同家讲 传出拜登一度为此不高兴 再来就是民主党的铁票仓 很多人对贺锦丽的兴趣也不高 这也让贺锦丽必须赶在 8月19号的民主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前 冲刺获得超过200张以上的 党代表票 取得门票之后还有难关 他的政治人脉 还有他当时的竞选的气势 能不能够让民主党的金主 觉得说我投资你是有希望的 那如果这个气势不强 他人脉不够广 钱拿得不够多 那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 绝对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伤害 美国大选中最重要的募款 几乎可以决定选战的成功与否 而现在看来确实是正面的 在确定换败之后 小额捐款大量涌入 但是大金主的态度还不明朗 我觉得美国人是不是接受一位女性的总统呢 这个确实社会上还是有些分立的态度 民主党或是美国准备好接受女总统了吗 这还是个问号 因为有过惨痛的前车之鉴 当年的希拉蕊一度也被寄望 可以打破女性在美国政治的天花板 后来却被川普超车 就此重挫希拉蕊 而这一回贺锦丽如果要取代拜登 也要小心可能被川普阵营 再贴上轻重标签 贺锦丽的先生任德荣 就曾经被媒体提报 曾经任职的欧华律师事务所 在中国有大笔获利 尤其是贺锦丽 她自己还有她先生 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生意 可能的连结 那么我觉得贺锦丽 她在这一方面 或许会受到共和党的一些 削弱的势力 只是也有人看好贺锦丽 战力十足 而关于副手人选 也有很多讨论 包含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 逆希根州州长惠特梅尔 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凯利 都是可能人选 距离大选日只剩一百多天 民主党还在为组成 必胜攻势 伤脑筋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而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川普则是继续发文 嘲讽拜登 说他会不会一觉醒来 可能忘记自己已经退选 他还为贺锦丽 取了一个新的外号 还真的被川普说中了 这段话说完一天之后 拜登宣布退选 川普立刻在 Truth Social发文狂酸 说拜登明天早上起床 一定忘记自己已经退选了 还质疑拜登根本就没有得新冠 一切都是为了 从上个月底的辩论惨败中 惊惋脱壳 从头到尾就不适合领导国家 但是现在民主党 还有谁能跟川普一战 Kamala Harris Kamala Harris 她在非法选秩序上 早在拜登退选之前 川普阵营早就开始攻击 取代呼声最高的 副总统贺锦丽 话说得特别难听 从这一刻 我们从黑白室回处 从库克周拜登和Kamala 我叫他笑的Kamala 还没等民主党从政旗鼓 川普阵营正副手 都摆好阵仗来迎战 川普团队似乎早就认定 对手只可能是贺锦丽 共和党广告空阵 全力开轰 专挑弱点打 贺锦丽的移民宽容立场 一直以来就是川普 号召名气的重要武器 再加上拜登政府 没有处理好的通膨 身为副总统的贺锦丽 当然有自责分 照这样看来 川普对上贺锦丽 依旧稳超胜算吗 倒也未必 贺锦丽除了对妇女票 非白人票 有一定的号召力之外 川普其实少了 一样重要的实力点 78岁的川普 过去还有资格说拜登老 但是面对59岁的贺锦丽 年纪就变成累赘了 纽约时报更报道 贺锦丽团队 准备主打川普太老 分析还指出 川普的基本盘 无法撼动 但是中间选民可未必 川普或许也很清楚 近来就想办法 要撕掉极端的标签 川普一听到 2025计划 马上撇得一干二净 因为最近这份极端政治蓝图 在美国引发不小的争议 这份由保守智库 传统基金会提出的 2025计划 提议川普执政之后 要把所有自由派的官僚 都换成川粉 还要扩权让总统全面接掌 司法检调机关 解散国土安全部 展开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限制堕胎手段 甚至扬言禁止18禁的内容 要删除觉醒平权教育 这些内容都是在帮川普 集中权力贯彻保守派的教条 另外川普不断暗示 要政治复仇 可能会适得其反 激发民主党选民的危机意识 容易打的对手 现在换成贺锦丽会更好打吗 川普能不能倒吃甘蔗 还很难说 TV全纵不到 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 汉光40号的时兵演习 在今天正式的展开 以前确定的地点 正式登场的对抗场面 全都不复健 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国军部队 完成战备后持续待命 全民总力保家卫国 陆军守备旅官兵和后备昭元 集结后完成任务分配 在民间车辆支援之下 开始钳制物资 阻绝敌军登陆用的设施 上车后将送往 他按守备眼线阵地 汉光40号时兵演习第一天 如果寻网力 防御工事不但早该完工 甚至每轮每换 以台北港周边为例 地区的防卫目标 跟作战想定 其实大同小异 不过今年不会再看到 大的壕沟 或者是已经完工的防御工事 如果真的要设置 得等状况下达之后 才能动作 在实战的状况下 当共军开始攻击之后 共军可能会突然的 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上岸 或者是说他会占领某些阵地 然后对守军发动攻击 这时候守军就有可能 必须要临时的 依照现地的情况 依照这个守边的资源 然后很快的修出一个 应急的攻势或者是阵地 如果敌军油眼转战 想要拿下北台 必定夺取药缸 守备部队在参谋本部状况 右倒下 着手设置防御阵地 不过沙包该堆在哪里 几点该动作 部队长做决策 只能靠自己 他一定是有一套 完整的演习的一个状况 只是说我不知道 今天独考组到了现场以后 他会去抽什么题目 来临时来测验 而是我临时的 发布一个状况 那你的下个各级部队 能不能展现出 他平时训练的结果 就变成说你要把每个题目 可能你都要去做准备 那当然也可能会凸显出来说 你可能对这些题目 也都不了解 到底什么叫做没有剧本 如果要说以前的汉光演习 是在演戏 倒不如说那是一场 科目确定的操作测验 不过这一次的汉光 则是像是深论题 就如同真实战场环境一样 没有标准答案 要如何让战术战法合理 而且有效 才是要验证的事 执击台北港另一端 另一批部队进入战术位置之后 也并未马上架起六零炮 一般叫什么 拜拜 整被编程之后先原地待命 弟兄一面熟悉地貌 一面保存战力 事实上当下指示 的确还停留在高强度戒备 而12号上午状况 依然是经常战备时期 不过三军各部队 在决策核心状况右倒下 各自展开战力防护 去中心化的作战管制 也在这时正式启动 各级部队长得开始思索 如何运用任务型交战规则 应变敌情 联合火力打击 一定是把岛上所有的中药相关 通联设施监视设备固定的所有载台 全部都给你摧毁掉 经常没有办法跟联合作案指挥中心 可以去构联的时候 那也就是各级部队就必须要依照 他平时的训练 以及他相关准备的各个基本 来应对他所面临的状况 其实就是要去适应学习 一个任务式的指挥 而官士兵也必须调整 行李如遗30多年的应战阶段 敌人不会等着你 做好万全准备才发兵进犯 河道阻绝设置 将油桶定锚和鬼雷交叉布设 防止再有不明船只 沿着淡水河长驱直入 意味着首都位数从状况之初 住房单位就决心先行部署 而不是等到联合国土防卫阶段 才依令执行 因为其实就现在的战争来说的话 特别是在台海战争 时间是进行的非常快速的 有可能今天会一下子 从一个部队的疏散 到立刻的遭受攻击 甚至到国土防卫 这个进程是相当快的 然后去看你的状况 而去做反应 不是说我现在知道说 今天已经演到第二天了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反应 不能让官兵有一种预期的心态 但顶着大热天演习 全副武装实在不容易 弟兄自然穿着青装 加强阵地防护 军方高层公开的保证 不拘泥于形势 不纠结于服衣整齐 是否口会实不会 也备受检视 确实以往在汉光演习的 时兵操演当中 国防部可能过分强调 希望要在国民面前 在媒体面前 展现出国军 比较良好的一个形象 做了过多不必要的修饰 这些修饰包括是说 我们常常讲的预言 那这个规范不但让官兵觉得 比较容易疲惫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其实跟这个实战 实战状况之下的情形 却又截然的不同 黄昏时分各地演训持续 战术机动或战前准备 不再以民情为绝对优先考量 也是军方一大突破 因为在实战的时候 敌人不会告诉你 这个我要用什么来打你 会变成你必须要靠 你自身的一个装备 去做征收 去做反应 为战而训 是时候摆脱口号 没得预言的年度战力总验收 全台各地宪政进行中